所以你都沒有打過A嗎 小時候有打過一次 他真的很嚴 因為我喊1 2 3 他就喊4 5 6 問小禎是否有整形過 這我講過我承認過啊 怎麼樣錄到瓶頸了是不是 好啦我們反正剛好過了10萬 我們今天就來一個 不好意思 別的Youtuber都是40萬Q&A 我們10萬就在Q&A是幹什麼 10萬有QA 是這樣 欸你沒有覺得我這個造型很像誰嗎 沒有 那你有沒有看那個想見你 好啦第一題快點 對是陳玉如 對啊 3-3 家庭題 想了解小禎對於A馬的教育方式 勤儉數 你後面還叫勤儉數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露露燈 沒有啦教育方式就是 佛系教育啊 因為我覺得每個小孩長大 都一定會有他的人生路程要走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覺得還好 我都不會管他太多 就是人品好就好 有禮貌就好 陳玉如也沒什麼在要求啊 對上次我們出那個國小王 你知道那一集他老師有看嗎 真的假的 然後他老師看了之後對他搖頭 然後說 漫威啊 你成績本還沒有那麼差 怎麼回事啊 節目效果 節目效果 所以你都沒有打過贏嗎 小時候有打過一次 因為他小時候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他真的很嚴 因為我喊一 二 三 他就喊四五六 很嚴的孩子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就打過他一次 但是打完立刻就後悔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為什麼剛剛要打你 然後媽媽再也不會打你 就用出來的 就用出來的 喂 好第二題 會跟爸爸吵架嗎 吵架過 有吵過一次 那時候是診所剛開的時候 為了決定要用誰家的刷卡 其實是不是我不要 So boring 對但是就為了 中國泰式華或者是台鞋 像這一種 對 我記得那個情景就是 他站在客廳然後我站在廚房這樣 然後我就 對罵 可是罵什麼我都忘記了 但就是那麼一次 好生活化 非常生活化 對啊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剛網友有什麼事啊 對啊 這到底 可能大家想問說我跟 比較私底下的那一年小鎮啦 離開二分之一牆後 會有新的主持節目嗎 沒有 懂問 這你才要叫我剪輸 因為這一整段呢 真的是趁機要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不是因為 中天這個節目 我才離開二分之一牆 對啊 我其實是早就已經請辭了 但是就是因為 請辭之後又要過年的 中間一段段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 呃 留下來錄了一些 存檔這樣 會讓大家誤明的人說 我是因為中天這個節目離開 而不是 時間走勢 我還在二分之一牆之後 瓜哥本來自己 中天就要找他做這個節目 當時是沒有我的 因為瓜哥知道我要離開 他說乾脆那你就過來 跟我一起做節目這樣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節目 叫做地球人請回答 那可以減速一下地球人請回答 是在講的 地球人請回答 其實現場大概有48個加 地球人 不然是外星人 48個沒有意外的話 都是地球人 不同的12星座的代表 然後呢再加上主持人這樣 然後以一個巨型的探討 來進行現場投票 所以就會聽到還蠻多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想法 感覺是個不錯的節目 真的啊 小禎還有意願 接戲劇類的工作嗎 其實戲劇類的工作 我一直都還蠻喜歡的啊 如果有好的劇本 或是人好的挑戰 那因為畢竟之前找我的都是 KATSUVI的角色啦 對啊 其實有一些內涵 跟深度跟潛力 是需要被激發的 所以我們應該在等 如果有好的腳本 當然是想要拍戲 OK啊 不要再笑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個性 有不出那種普遍的感覺 怎麼會咧 我覺得也是啊 他在愛馬仕哭上去 但我覺得真心 我覺得想要挑戰 編劇們 導演們 麻煩一下 編劇們導演們 現在應該正在大笑 苦蜜怎麼可能 神經病 生活健康的影像 問小禎 在割膽囊前是否會害怕 完成控制這種的保養 我覺得我都好像 對手術都不太會害怕 好啊 做做啊 膽囊割掉就割掉啊 而且我割膽囊是非常緊急 才決定要開刀的耶 就是我那一天還在錄二分之一想 然後錄完之後 我爸就說 你晚上我已經把你聯絡好醫生 你要不要去住院 醫生說 叫你一定要趕快開掉 我只有大概十分鐘 考慮的時間 我要不要開刀 然後我就默默回來 收了行李就去住院了 然後隔天一大早我就開刀了 這樣的人真的很刺激 非常刺激 就像一個有錢的人說 走東西西班牙 然後你只有兩分鐘可以考慮 我覺得這感覺好像不太一樣 不是喔 好吧 那舒惡怎麼保養 其實就是因為割到那個 膽囊一定要吃的比較清淡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也還好 因為我們之前在收盛的時候 就已經有吃的比較少 對於從來沒有運動過的新手 建議可以如何入門運動減肥 先買健身環吧 我自己有買一種 我覺得那個真的還蠻累的 他是要要求你做在非常標準的姿勢 他不是瞎胡亂放玩的 小喔 對啊 你覺得自己在家裡做放肆有嗎 有用 有很多幾個基本的 你只要每一天養起這個習慣就好 比如說早上起來 你在敷面膜的時候 就編出20個深蹲 你可以從10個開始做 如果你完全沒有經驗的 我覺得就簡單的幾個動作 不需要一定要到流很多汗這樣子 你就慢慢的養成 你每天有一個運動的時間跟習慣 然後再去加強 我覺得會比較輕鬆 請問小禎平時如果沒有工作安排 休閒活動是什麼 沒有啦 其實我放假的時候 我比上班還忙耶 昨天呢 我預約 我早上10點就去購物台了 然後10點40結束了之後 11點半我就趕到了美甲店 去做我的指甲跟睫毛 然後呢做到2點半我又去弄我的頭髮 弄完之後呢 對啊 你有沒有平民一點的行程啊 沒有 對我來說 這是我基本維持女藝人光鮮亮麗的保養啊 光鮮亮麗 對啊 光鮮亮麗的保養啊 請問小禎 減脂期間的飲食習慣搭配為何 瘦下來之後的解禁食物 在減脂的過程當中啊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有一些大家錯誤的觀念就是 他覺得不吃會瘦 但是不吃絕對不會瘦 然後我建議大家在瘦身的第一步 要先去量你自己的基礎代謝 然後你的體脂肌肉量水分 你這樣會清楚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麼樣行程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哪裡可以量 那個什麼運動中心還有大醫院都有 embody檢測 好 然後再來簡單的說 你去量完這個之後呢 比如說你的這個基礎代謝率是1000好的 就是你要吃到你的基礎代謝率的量 但如果你吃 對 如果你吃 比如說你到1000的基礎代謝率 每天吃到1000你就會維持這個代謝率 但是如果你比如說你基礎代謝率1000 吃到1200 你那200就要消耗掉 對 就是大概這樣的概念 然後再加上你吃原型的食物 就是不要吃成的加工的 調味料通通丟掉 除了胡椒跟可能一點點鹽巴 還有如果愛吃辣的 你可以吃吃辣叉辣椒醬 因為它是沒有熱量 挑選食物的原型很重要 然後那些什麼精緻澱粉 一定都要say bye bye 可是重點前提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身體 對 小禎最常使用的唇膏底妝 以及保養品為何 唇膏底妝喔 底妝因為我自己有代言我自己的底妝 所以我現在目前都是在用人家的底妝 唇膏要看咧 沒有特定的品牌 那有沒有一個基本的保養品 喜蟹這一定會啦 但我每天都會敷面膜 我知道真的 每一天都會敷面膜 面膜好像都很貴 不會啊 我淡眼就不會貴 但我覺得敷面膜真的很重要 每天早上起來一天你敷完你化妝 真的 服貼 服貼 旅遊題 請問小禎之前去過的國家 最推薦歐洲哪些國家 我其實真的很愛巴黎 我覺得巴黎非常的美 每一次去巴黎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巴黎太好買 又太好拍 又太好吃 然後再加上打折忌的時候 很值得去 想問問小禎信仰 帶給小禎的改變 以及面對逆境時的心境 其實我接觸我的信仰 已經有12年了 我當初為什麼會受洗 其實是非常簡單 就是我跟我朋友兩個在打抖 說你洗我就洗啊 然後就好 神會接受這樣子的來吧 當然可以啊 然後說好 我們就手牽手去受洗 然後當然我們兩個都改變非常多 主要我就有碰到我的牧師是這樣 非常理解我的 有時候你知道有一個情緒啊 就會覺得說人家爸爸媽媽 從小就很忙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下課就回到家 只有我一個人 那其實講的真的比較玄學一點 我那時候在做我們所謂的 醫治釋放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的 我原以為我小時候都是一個人 可是我看到的畫面都是耶穌 其實從小都在旁邊陪伴我 然後就讓我很堅定 篤定我這個信仰 我知道有人很愛我 就像我愛A媽一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信仰改變我 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怎麼面對秘境呢 相信你的信仰 相信神 我覺得我們牧師教導我一個 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中的一個話 我們所有人碰到困難 都會被困難包在裡面 都會被緊緊的陷在困難裡面 可是我們的信仰教我們不一樣的是 如何站在困難上面 但不代表困難會消失啊 困難還是在 可是你要怎麼樣站在困難上面 然後去跟他正面迎擊 我覺得這是我在我牧師身上 學到一個很 很棒的金句啊 然後我會一直放在我的腦海裡面這樣 我假設如果A媽長大之後 已經接觸到宗教這些 然後可是跟你的宗教是不一樣的 其實A媽已經受洗了 A媽自己要求她要受洗這樣 我不會怎麼樣太care這個事情 因為神對每一個人的時間 跟劇本都不一樣 或許A媽一定要去中間 經歷過其他的宗教 她才會又回到神的面前來 對啊我覺得那都是神對每一個人的安排 所以我不會太care這個事情 小禎有什麼話想對曾經的自己說嗎 2020年最想完成的三件事是什麼 2020年最想完成的三件事 可是好像其中有一項應該是不太可能 因為其實今年我們本來要去非洲 去救血救命嘛 那對啊這個願望就無法實現 對 2021好了啦 如果放在2021的話 去東京太好了 所以已經 對啊所以我覺得希望疫情趕快過 真的趕快過 然後希望疫情過了這一波之後 真的很多人還是能生存下來 不管經濟上面身體上面 就希望大家平衡 敏感的禮 嗯 好敏感喔 請問小禎有再婚的計畫嗎 喔 要看是誰耶 我倒不會是給自己局限說 我真的打死不再婚這種話 這種我不會講 因為我不知道未來會遇到誰啊 或是真的哪一天心境改變了 對啊所以我覺得不會把話說死 GP有點硬耶 怎樣 請問小禎是否有再評過 這我講過我承認過啊 這我一年承認過了 這我一年承認過了 我就是天生的美女啊 這我也出道的時候講過了啦 都沒有動過 有啦 哪裡 雙眼皮啊 鼻子 鼻子有住過啊 下巴也有住過啊 其他的就都是正才師 龍 胸嗎 之類的 我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縮胸 抽 抽 抽 我抽過膝蓋的紙 膝蓋 那時候是因為診所進了一台機器 然後想要試 去試看看 為什麼是抽膝蓋 沒有 我也忘記了 反正那時候就想說 這邊最小塊可以抽立即見效啊 對啊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是 腳站起來X型啊 他可能把這些塊抽起來 他可能就覺得視覺上好像 就腳比較直之類的 那我那時候是為了實驗這個機器 就抽了這樣 好了 今天的問題都到此結束 好啦 你看10萬的QA是不是有無聊 不會啊 我覺得挺有趣的啊 哪一趴有趣 你真的很好意思 下一次應該就是50萬 好 20萬 20萬 20萬再一次 20萬再一次 自己不敢 那一定還有很多問題啊 自己不敢 50萬OK啊 一定一下就衝到50萬啊 50萬的話 給大家問最犀利的問題 唉唷 我有穿過50萬 那也要有期限啊 算了吧 我們上次訂期限也沒達到啊 拜拜